小木老師咧 好的 那我們來聽 專業的見解 跟我們去喝茶四瓜子 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 參考一下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來看 就是2019年就是 2加0加1加9為12 那時候討論牌是調人牌 調人牌代表說 你像政經體制有沒有 你像沒有多大的改變 就是很像感覺很像 現在不是15個縣市都換了嗎 很像感覺很像經濟 整個狀況很像 都停頓在那裡 那在過去老師 在某個節目裡面有說 這是一場雨 會改變的一個選舉 就真的一場雨改變了 所以在今年也會 就是六七八 如果這三個月有沒有 如果再來一場雨的話 那個現在國民黨的會不會 那個民意會不會 再變民進黨 有這個跡象 那這個你們看到犧牲奉獻 這代表是什麼 要小心邦交國 所以2019年邦交國有可能 所剩不多啦 對 有可能也會再有 被爭奪的機會 再有被爭奪的跡象 所以要特別格外的小心 那我們再來看 2019年犯太歲 你看賴清德跟柯P 他們都是屬豬的 所以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而且他們會做出 他們兩位都屬豬 是 那柯P他可能 在今年真的有機會 會出來選總統 我覺得 以這個跡象來看 是有這個機會 他會出來選 那2019年雙子座跟獅子座 有沒有運勢很強 那除了你看雙子座是誰 像韓國瑜朱立倫 所以他們的勢不可擋 獅子座就是柯P 所以這些人有沒有 在2019年真的 你會看到他們 全部都是他們的新聞 那再來2020年等2加0加2加0為4 4代表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兩岸會滿穩定的 我從來沒有提個老師講話 做成這樣子的 是是是 沒有關係 本身就是因為 職業的遇到業餘的 就是不要太多的爭執 是是是 沒有關係 其實那個詹老師 因為他年事已高 他先休息一下 對對對 他的字是說我中風前兆 被他氣的你知道嗎 是是是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是 我們要真的要來講一些 就是說 比較可信度高一點的站姆 對不對 就是我們用塔羅牌 我們先來測國民黨 你看有這一些有沒有 然後算命就這樣一個一個測嘛 對不對 就是我們就先請那個 像進去還是讀一哥 你們來抽抽看 是 我們第一個先幫那個韓國瑜拍牆 是是是 我覺得有可能 我發誓我拍戲很乾淨 真的 好 來 對 韓國瑜就是全戰吧 第二個朱立倫 好 很乾淨 是 好第二張 朱立倫 朱立倫 朱立倫是全戰4 朱立倫是大牌 倒的 再來是王津平 好 好 王津平院長 是 對啊 漂亮喔 這是什麼 聖杯式 很好的牌喔 對 再來是吳敦義 來 這一張 對 寶劍三 寶劍三 對啊 感覺很像不是很好的樣子 這是馬英九 不是 那我們來看這個 是 好 那韓國瑜這張牌是全戰8 正位 代表是說呢 以現在自俗度它是很高的 但是我覺得韓有這個風潮 大概頂多為時到8月 因為這張牌是8嘛 所以這事實是什麼嘛 6 7 8這三個月 南部 我們也不希望說有什麼天災發生啊 就是說可能會有一些 防洪措施要做好 還有雨水這邊要做好 要不然就是說8月過後 有可能他有會有一些失言 或者是他們有做出一個很具體的 很大的貢獻 恐怕就會被爭議 那再來就是2019年 雖然他的運勢雙子座 就是很強很旺 但是他的內心裡面啊 民意會拱他出來做啦 但是他真的我覺得他不會出來 因為他會怕被人家認為說 他只是出來就是亂一亂這樣子而已 他也是會把市長做好 那我們再來看朱立倫 朱立倫 朱立倫這張牌是全葬式的立位 也代表是說 他現在他的內心裡面是很強的 而且他的外在比吳敦義好 為什麼 因為他有婦女票 有資性的票 但是呢他 看這邊有一個印男印女嘛 就是這個女生代表是紅袖柱 代表說過去有沒有 不是有換柱嘛 對不對 換柱把他的形象給換到有沒有 有一點不是那麼好 但是他可以擺平的是 周圍的這一些勢力 但是以我來看 倒過來代表是什麼 代表說 我剛剛看起來 吳敦義會討厭他喔 所以接下來 在我來看 應該他 自己黨內有人會來攻擊他 以我來看 他如果出來選的話 就是 以這個牌來看 他的機率蠻高的 王金平 王金平有沒有看到 這牌勝卑斯 也代表是說 因為他屬蛇 然後韓國瑜屬雞 蛇是去 會吃肉 會吃雞 所以代表韓國瑜引蛇出動 象徵的是什麼 代表是說 這是王金平以為他在 南部 或是在這個台灣 已經沒有政治舞台了 想不到今天 韓國瑜在南部 做得還不錯 而且他有去幫他造勢 一造勢他就 整個身亡都起來 他覺得有這個機會 再加上說 韓國瑜他自己也知道說 他自己不可能再出來選 所以他會找一個如果南部的當地的政治人物 如果他拱他出來 去到那個黨中央去當總統 可以把資源再回推到什麼南部去 對 再把資源弄過去高雄 所以韓流接下來 我覺得他會去製造讓王金平出來 而且又可以有藍有綠 有沒有 因為他之前在立法院嘛 掌控藍綠很好嘛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他如果代表出來選 如果有豬王沛一定會 我覺得會超越科皮 是 我真的蠻看好的 吳敦毅 對 吳敦毅是三把劍 代表是說他內心好想 好想住 只是他一直都很想 只是說 可能他的政治市場有點過了 因為他本來以為 九合一大選他已經是 他認為他很厲害了 但是想不到韓流起來 把它往下滑 所以他的身世已經有點被超越 所以在我來看2019年 他會一直想盡辦法要出來 但是他如果真的要出來 一定要找一個國民黨的小鮮肉 為什麼 因為他比較有那個老歐啊 有沒有 那種就是長輩的票 所以他必須要找一個年輕的 婦女的 像蔣萬安這種型的 有沒有 就是跟他來個老少配 才有辦法怎樣嗎 就是氣勢在一起 馬英九有沒有 馬英九是寶劍國王 代表是說他已經 他接下來他很想要 但是接下來你會發覺說 支持度民調 馬英九突然間會飆高 為什麼 因為大家有懷念他的一種票 就像小英做了 會懷念馬英九 馬英九做了會懷念小英 會有這種狀況 但是我覺得他要再出來不可能 因為2019年 你看這邊把刀有沒有 代表說官司是非太多 所以他接下來2019有沒有 都很多麻煩 但是觀光難過觀光過 都不會有事情 那他之前不是主張要兩岸統一嗎 所以那個市場的票太少了 市場性太小 如果他主張的是經濟統一 還有辦法 所以以我來看就是朱王配 是國民黨未來的趨勢 你看兩張牌是朱王配 還是王朱配 以我來看就是說可能 可能裡面政黨裡面 會比較希望是朱立倫 配另外一個會比較好 但是還有民進黨喔 民進黨還有 還要錯 是…還有三個喔 好 我們先來看蔡英文 好 對 蔡英文 這個是… 這是什麼牌 這個是聖杯七 對 聖杯七 好 那我們來看賴清德 賴清德先生 來 是 錢幣六 錢幣六 這是還不錯的牌 這隻牌漂亮 再來是鄭文燦 對 哇 是 全帳六 全帳六 很好的 陳其邁 來喔 來喔 對 哇 寶劍四 好想幫你衝衝喔 真的 怎麼是牌面有的 好煩喔 牌面看起來那麼好的 牌面看起來那麼酷 柯皮白色的力量 對 好 寶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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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那我們就先來 蔡英文 對 蔡英文 好 那蔡英文是聖杯七 對 的逆位 這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說蔡英文 她本身是處女座 然後她要屬猴 屬猴明年又偏衝喔 就是朱年的時候 所以 而處女座在2019年下半年 運勢比較弱啦 所以困難重重 那你看嘛 猴子是爬樹 所以因此 蔡英文就她的民調 會慢慢的又再上去 但是會上到多少 就是要看待會兒柯文哲的PK 才有看得出來 不過 以我來看就是 小英總統她在 2019年的下半年 她反而會有逆轉的機會 為什麼 就是因為屬蛇的啦 跟那個雙子座啦 反而會就是衝她 反而讓她更好 戴清德 戴清德前必六勝位 代表是什麼 她的運勢超旺的 所以過去老師有跟 就是幫她抽過牌 就是如果她不要去當行政院院長 不要去中央的話 她民調早就超過柯P了 那因為她當了行政院院長 她的格局就往下跌 因為好事壞事都要她扛啊 對不對 都要承擔 那接下來她 如果不要做那個行政院長之後 她的民調 反而會怎樣 更高 往上彈 那因為蔡英文是屬猴 她屬豬 猴豬在生肖學來說的話 是不太合的 為什麼 因為猴子肌靈嘛 會比較會動 但是以新座來講的話 就是天秤座 2019年賴清德金星落入天秤 運勢超好的 整個票數整個被她吸過來 人緣桃花很旺 那蔡英文是處女座嗎 一座是細心 一個天秤座做事就是那種謹慎的 所以兩個人 在新座上是很合的 所以以我來看 如果是蔡賴配的話非常好 是是是 那鄭文燦這張牌是全張六 代表是什麼 她巨蟹座 但是巨蟹座的人 她就是忠真不二 她很顧家很顧黨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在2019年一定要重用她 那陳其邁是保健史 代表是什麼 她接下來一定會 進入到黨中央去做一些事情 可是這個對她並不好 如果她好好的在高雄這樣蹲著有沒有 對就是慢慢的去培養她的一些知名 都慢慢佈局 因為摩羯座很會佈局 她很會把不好的 她是摩羯座 對摩羯座很會把不好的東西 慢慢的怎樣 變好 會用一些方法 一步一腳印的 如果她在南部 在這個時機的時候 做一個網紅 然後不要急於就是到中央的話 其實她的民調會更好 如果她去到中央做不好 她會被黑掉 柯P這張牌是保健是逆位 如果這張牌是正位的話 就是不好的 對 是是是 這不好 就是她被窮盡起來 就是很多 很多人在打壓她 對 但是如果是倒過來 逆位 對 代表是保健都掉下去了 很多人都認為說 柯P怎麼可能阻隔 為什麼 因為阻隔必須要有很多的人手 但是你不要忘了 2019年是妖魔鬼怪當道 就是什麼奇怪事都會發生 再加上說 柯P他是屬豬 那要獅子座 要配這個牌的話 我覺得他如果以這其他人 他有98%的機率 會當選 而且不僅如此 就是柯P他具備有這種 年輕人的力量 除了台北市的人 不太想投他以外 其實 其實蠻多 都蠻想偷偷看 蠻支持他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認為說 阿伯比較 就是可憐都被罵 你看都被那個要跳海的罵 然後就是 被很多人唸嘛 對不對 就是感覺他很真誠 散發出一股清流 所以我有看 這個牌說蠻看好他的 就是如果他出來選的話 當選機率蠻高的